詞曲 李源練曲 李源緹 詞曲 李源編曲 李源編曲 詞曲 李源編曲 哭过的都是清风 看过的听过的不会是梦 你不说我痛得因为相逢 哭过笑过将往事尘封 哭过还能在日出是生气 无眠就不会痛夜里凋零 如果能在沉默前拥抱你 故事结局又两尘没几 你我相逢是命中注冰 好 我会回到我老公 好 我会等到你的信息 谢谢你相信我 谢谢 再见 谢谢 谢谢 算了 温馨 就放弃这些客户 不放 咱们也不差这么个客户啊 不是差不差的事 你说他把价格压这么低是吧 没道理啊 咱这样也没法跟总经理交代啊 怎么交代是我的事情 好了 合同 看看 别的都没问题 但你记住了 我们价格上已经让了那么多 付款日期不能再让了 行 我再改改 希望这个单子能为我们简爱外貌 打开新的局面 一定行的 简爱外貌 文心 有事吗 你干 你是不是有病 就是这张废纸啊 安德鲁已经和我签约了 是吗 那恭喜你啊 论招牌 你这简爱外貌 比起重反外貌可差远了 论个人能力你也不如我 论背景 你也没有我有说服力 你来抢我的客户 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啊 怎么交你的客户了 我跟他沟通的时候 你没跟他签约啊 我原本不想落井下石 你要这么干 以后你简爱的客户 我都不会放过 并且不惜一切代价 你 你是不是有病啊文心 我们做我们自己的生意 关你屁事啊 你站住 干吗去 你怎么不骂他呀 骂他有什么用 他都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 放心吧 他在我这儿做了一切 我会如初还给他的 上个月菲律宾的提单 没有及时发出 被银行扣了钱 印尼的合同中有疏漏 对方拒绝付款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林总 我错了 我也想把问题都避免 好好地把事情完成 但是总是顾了这头 忘了那边 我也不想这样 我不是要听你解释 我是要知道 你打算怎么改进 林总 说句实话 代理又部总监这个职位 我真的是等力不足 要不 王八戒还接近了 为什么要让你当代理总监 我之前怎么跟你们说 对不起 林总 出去 按照今年的考核指标 恒指外卖还能另外完成 至少五家国际型大企业 在中国的原料采购任务 这个指标制定得太不现实了 前年来竞标的时候 你可是宣称 恒指外贸可以一一当时 此一时彼时 现在的市场环境 跟之前没法相比 再加上金融风波 恒指外贸已经元气大伤 有很多能干的员工 已经迟迟离离开了 市场不假 这谁都一样 至于那些离开的员工 能离开 你也有办法把他们带起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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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看到了 我了解过了 简爱外貌崇利到现在 还没有做什么比生意 你是来取笑我的吗 我是心疼你 我不想看到你吃苦 我是想请你回去 疼之外貌可以提供最好的平台 更多的机会 让你好好展现自己 我不需要 我是来求你的 你不在 我现在公司一切都乱了 所有人都出错 我自己也混了头 公司需要你 我也需要你 简爱 我每天都想着你 想你回到我身边 而我知道 你跟我一样 所以我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想让我回去 是以什么身份 孤元 老大 湛优 可是伴侣 好 简安 你别那么固执 你已经有未婚妻了 我怎么可能以班里的身份 回到你的身边 这不是固执 这是我的底线 好 那你做我合伙人 我给你 横市外貌百分之十的过分 我现在是简安外貌的总经理 董事长 你可以给我百分之十 我可以给我自己百分之百 那我再加百分之五 你认为我们之间的尊严和情感 是百分之五百分之五的 这样计算起来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还以为我在跟你 斤斤计较这些百分之几 我只是想挽留你 我不会答应你的 你走吧 简安 简安 你在里面吗 我没事 简安 你快开门 我妈出事了 怎么了 我妈晕倒进医院了 阿鸣 阿鸣 妈怎么样了 我们怎么才来呀 我不是一接到电话 就赶过来了吗 妈在里面躺着呢 怎么回事啊 早上起来 妈说她头疼 我一个拿头疼粉 一转身就晕倒了 给她送到县医院 拍了个片子 片子一出来 给拉到这儿来了 那什么毛病啊 我哪知道 我要知道我在这儿干着急 那你怎么不问啊 行行行 别废话 赶紧把这钱交出去 多少钱啊 不许你没 行了 你们在这儿 我去见过 我去见过 你能看见吗 你先有预约吗 二口 孩子发烧 对 先去预约吧 六百 我先交五百新吗 必须先交六百 是 您先打下去 那这是一百 六百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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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大脑里有个瘤 已经压迫到了运动神经和视神经 所以会导致发烟瘤 现在呢 现在已经恢复自主呼吸了 但是意识还没有恢复 不过这个瘤随时有可能会破裂 一旦引起老梗和老里血 那就危险了 那怎么办呀医生 手术再出 而且一定要尽快 手术 手术费要多少钱呀 你们先准备十万块钱吧 这么多 这是开炉啊 不是一般的小手术 姐 你有办法拿这些钱吗 你当我是在印钱呀 那你呢 我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不可能 你工作这么多年你肯定有钱 你别犯魂啊 姐爱没说谎 她有多少钱我有输 我不相信 她就算没有钱 她想办法弄 你身边没有朋友吗 我告诉你姐爱 这钱你必须除 你干吗呀 凭什么 凭什么 你把我妈打上去这时候也没算吗 别说这事了 你要把手术给交了 这事就过去了 你要不交 我到国家就我告你去 你说什么呢你 你去告去啊 我告诉你 你妈的医药费我可以帮忙 但你要是拿过去的事情来威胁我 我不吃这套 姐爱 你去哪儿 自首 我告诉你姐你必须除药 不我跟你没完 妈 妈 妈 她怎么不行啊 不是说没事吗 妈 妈 你醒醒吗 你们家族都冷静了 送给她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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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有没有这方面的病史 没有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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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对什么药物过敏啊 应该也没有 她平时不经常打针吃药 我妈就是你害的 你害死了你爸你妈 你过来害我妈来了 你闭嘴 阿妙 跟你在心说人家走没 你妈 别胡说了 你在心 你还嫌家里不够乱人 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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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你别听阿明的 她胡说八道呢 她 她说得没错 是我害死我爸我妈 不是 这些跟你都没关系 简爱 你是好人 你是好人 你是这天底下最好最好 最好最好的人 简爱 你别哭了 别哭了 简爱 就是我妈了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我们家简爱一天到晚就在这儿学习 是个老实孩子 从来都是别人欺负她 从来没有欺负过别人 汪主任 刘老师 你们看看她 她这是什么态度呀 我就这个态度 你什么都可以 是不是 怎么着啊 那好 那我要求 开除简爱 妈 你说开除就开除啊 你自个儿什么人啊 我舅 我会想办法的 简爱 艾米姐 那你等久了 什么事这么急啊 其实我还挺不好意思开口的 你跟我还有什么不好开口的 你快说吧 什么事 我姑姑在医院病重 我想问您借点钱 借多少啊 三万要是太多的话 医院也行 是不少 这样吧 我去想办法 明天给你 谢谢艾米姐 谢谢您 你就别跟我这么客气了 您真是我的大爱人 明天我叫你姐夫打电话给你 好嘞 谢谢 行了 行了 你自己啊 多保重啊 那我先走了 谢谢 手术费 还有这后期质量费 还差得远呢 怎么办呀 再想想办法吧 我妈还等着手术呢 谁啊 冰姐 我听艾米姐说你们着急用钱啊 我这儿正好有一万 给你们了啊 冰姐 太谢谢你了 冰姐 你干吗呀 你肉麻细细的 我受不了啊 那个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冰姐 谢谢 我们一有钱就会还给你的 没事 我这个钱你得带利息还 走了啊 我又多了一万 可是还差好几万呢 怎么办呀 现在能远一万试一万 先顶着吧 能能 万万林恒之啊 你想都别想 那 那就还剩下一个人了 一鸣 李一鸣 你怎么了 我多债呢 你欠别人债啊 我等会儿 你干吗不接电话呀 债主啊 你欠别人多少钱啊 别提了 可你这样大晚上戴个梦镜 可你这样大晚上戴个梦镜 你更容易引人注意 是吧 有了你也怎么难 快想吧 其实我 我跟你说实话 有很多人欠我欠的 客戴个梦镜 我欠别人的钱 东欠西欠的 我只能拆东墙不西墙的 在这欠了欠去吧 一堆糊涂上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对了 找我来啥事 没事啊 本来 本来想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也不知道你怎么样 我跟阿娇有点计划你的 就说约你 请你喝杯茶嘛 对 你肯定有事 你撒谎 出什么事啊 没有啊 你说呀 本来也是想为你借钱的 我顾现在在医院 消手术费 顾出院了 需要多少你跟我说 好 现在预计 十万块钱 才十万块钱 我吓死了 我以为你一开股计一百万 没问题 十万块钱 小卡丝 没问题 你不是也签别人签了吗 没事 我不说了 很多人还签我 签哪 没事 把我点我身上 谢谢 那你到底有没有签人签啊 我是 我是签人签 但别人也签过我的 其实他们签我的更多 我收回这点 就没问题了 你放心吧 好 姑姑睡着呢 你 你怎么来了 前安跟我说姑姑病了 就过来看看 你怎么一个个都愁眉骨脸的呀 多大点事啊 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 放心吧 我都给解决了 三天之内 十万块钱 准时送到 这原办主任啊 还是我爸的老同学 不是 招呼都打好了 肯定是最好的医生 所以就放心吧 太谢谢你了 咱们谁给谁呀 这小伙子 不就十万块钱吗 还弄得那么煽情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行 那我先回去了 尝脸吧 我送你 四张 公张都在里面了 四张 公张 都在里面了 十万块 我原来那个机器 德国生产的 就花了我十万块钱 还不包括生产线 原料 设备 李总啊 你也不看看 现在是什么年头了 是是是 就当 花钱过了把瘾吧 但张总 我这是良心企业 您千万不能砸我的招牌 这个你就放心吧 还有 您之前答应过我的 员工福利一定要保障 然后生产要保质保量 生产设备啊 哎呀 要按时尾 要按时尾 李总 你就放心吧 我肯定能做到 谢谢 李总啊 我呢 也欢迎你随时回来 回不来了 师傅 离省中心医院还有多远啊 快了 没多远了 谢谢 喂 妈 喂 妈 不是 妈 妈 等 等会儿 妈 你慢慢说 你先别哭啊 我爸 我爸怎么了 不是 就我爸那点东西 他不应该吧 今天别带走啊 行行 妈 妈 妈 你别着急 别着急 我想办法 我想办法 你别哭 你别哭 要交钱 还差多少钱 十万 好 行 妈 你放心吧 我来处理 我来处理 是否停车 还没到呢 停车 我来处理 五十七床 明天你们该交下一期的费用了 别忘了 这李明怎么还不来呢 他不会骗我们吧 他不是这种人 你不会跟李明一伙骗我们吧 怎么又这样说话呀 解案是在帮咱们 你有本事 你去筹钱呀 你先打个电话 你就是不长脑子 这周之内把钱还上去 你爸才有可能从轻处理 你爸才有可能从轻处理 这周之内把钱还上去 说道理 真是 有了 这周之内把钱还不是 来 来 或快 来 我们来 这周之内的 帮助 怎么样 我就知道 躲安子 我怕黎明出什么事了 他本来就欠钱 很多人在追他 那怎么办呀 这样吧 我去他家看看 喂 你好 帮我呼一下五一七八的机主 我有急事找你 速回电话 帮我几呼三遍啊 谢谢 怎么了 打他电话他不接 我给他窗户留言了 说不定已经知道消息 回到我家了 爸 你说 李叔叔的事情 咱们真的帮不上什么忙吗 盼忽的事情啊 不好办 其实我来出差前 也特地找过黎明的妈妈 说是该想的办法都想过 好 好 好 黎明 他不在 你也听说了 听说什么 李一鸣的爸爸出事了 李一鸣的爸爸出事了 喂 阿娇啊 李一鸣 你可算接电话了 简爱担心你出事去找你了 我能出什么问题啊 没事 已经在路上了 就是有点堵车 好 你怎么去那么久啊 黎明的钱指望不上了 他们家四界出了点急事 需要用钱 他刚 黎明来了吗 就在屋里呢 这事交给我了 黎明 好 你出来 好嘞 放心吧 好 干吗呀 怎么了 还不去交钱啊 这给你 我们用不上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拿着吧 我这钱凑够了 艾米姐和梁冰他们帮我凑了 然后我和阿娇本来也有些积蓄 加上我父母留下的钱 十万块钱够了 等会儿 简爱 你先别说话 阿娇你说 她也没有骗我 骗你干什么呀 我来的路上我都去取钱了 你看 真的够了 你放心吧 要再不够我会问你要的 行吗 不想 那行了 那你先回去吧 这边用我们就行了 那我先回去了 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 阿娇 你那么愁没苦脸了 姑姑没事 走了啊 为什么呀 干吗呀 钱都到手了 还还给他干什么呀 爸 我是七床病人家属吗 是 你们手术费交了吗 还没 那可得抓紧了 这次好不容易约到一个最好的主导医生 要是再错过了 咱们都得等一个月之后了呢 看下怎么办呀 咱们哪有钱呀 先把这一半交了 剩下了我再想办法 去吧 你 药费都不够 妈 来 把手术做完了 没问题 我没问题 你放心 大便说吧 没什么大事 好 手术一切顺利 对 对 放心吧 我给你做饭给他送过来 喂 两位 喂 钱是你吗 喂 喂 姐 找谁啊 前面刚才打电话的女生呢 她刚走 那你那边是哪里 我这是医院啊 哪家医院 太感谢了 太感谢林总了 林总说如果钱不够 我直接跟她说 她马上派人送来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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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爱姐 媛媛 你怎么来了 林总派外这张 十万支票送过来 她怎么知道的 你 你不是找过她吗 后来她又给我打电话了 阿嬌 你安心照顾阿姨 如果没有其他事 我就先走了 简爱姐 我先走了 慢走啊 我可以拿这张支票 交手术费吗 你不会又想把钱还回去吧 去交费吧 去交费吧 谢谢你 简爱 也谢谢林总 你跟林总说 这钱我做牛做马 一定还给她的 不用了 这钱我来还 今天快递出去 好的 林总 我之前收购的全部兑现 这是横置外貌总经理的认质书 还有百分之十五股份的协议书 你早就准备好了 你赌定我一定会回来 我无法赌定 但我会一直等 签字吧 我不要这些 你必须要 我只是来打工 还债 你签了这份协议书 你才能还债 先说清楚 我在这里只是你的下属 你的员工 只是在这个协议上 你是我的下属 我的员工 你还想要什么 你 你 在你选择临时集团的时候 你就已经失去了 不 临时集团是我的 你 也是我的 你不可能要那么多 我可以 我不可以 那就别签 节哀 你也失签了吗 你也失签了吧 要不你先拿着 再决定请签 妈 你醒啦 妈 我这是在哪儿 医院 妈 你在医院 阿明 还有我呢 妈 你不是是我了 阿强 妈 医生 醒过来了 感觉怎么样啊 挺好 手术挺成功的 你们好好照顾病人 早日康复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 谢谢医生 不客气 应该做的 好好养病 你看着妈 妈 我妈醒了 她 她想见见你 晓晓 妈 你这次手术能做成全靠紧碍了 是吧阿明 对 对 亲爱姐 我之前太着急了 好妈出事 对你 不太礼貌 别跟我一半见识 我的杯子呢 我妈和我们两个在一步 我去找杯子 咯咯咯 物肠 你见什么 我拿被子 这有被子吗 太薄了 还是破的 我这儿也没有啊 我妈前两个月做了新的 白天我找过了 哪儿都没有 有的话我能不给你吗 不可能 要不这样吧 你先将近一晚上 明天我找到钱 我再给你做个新的啊 想要从这儿没有 那就剩错去 来吧 你们好好照顾病人吧 姑姑对不起你 你为什么锁门啊 周阿姆 周阿姆 哥 别叫了 简晏萍 你姑姑走了 别叫了 姑姑对不起 别再担心 姑姑恢复她有错 医生说下星期就能出院了 那就好 你家里边的事怎么样了 别再勇敢 漫长的灰暗 只为转弯的曙光 忙着归话日常 忙着应对无常 修炼的坦然 不管不顾的平凡 被迫的善良 解读着遗憾 就算原谅 生命只不过是一场流浪 怎么反复陷入悲伤 送一副他人目光 毁绝了自我的欣赏 不过是一个星光 百千道人海的平凡 自然的本质就是孤单 要动自我欣赏 要动自我欣赏 忙 忙着经历波澜 忙着积攒勇敢 漫长的灰暗 只为转弯的曙光 忙着归话日常 忙着应对无常 修炼的坦然 不管不顾的平凡 被迫的善良 被迫的善良 百千道人海的平凡 自然的本质就是孤单 要动自我欣赏 要动自我欣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个月 完整